先来关注川普纽约庭审相关消息 前总统川普周四早上在去法庭出席封口废案审判之前 参观了纽约市的一个建筑工地进行了一场短暂的竞选活动 周四早上6点30分左右 川普出现在麦哈顿中城摩根大通大厦附近 在东48街和公园大道的拐角处会见了一群建筑工人 竞选活动持续了大约15分钟 他与通过安检进入隔离区的人们握手合影并签名 川普说我要努力争取到纽约人的支持 我刚刚听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民调数字出来了 通常情况下民主党人会赢得纽约 拜登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这里有一些非常坏的人 但也有最伟大的人 他们就在我的身后 他们都希望我们竞选 我们将在纽约努力竞选 川普说他们用禁言令剥夺了我的宪法权利 这就是对选举的干预 整件事就是对选举的干预 我没有做错什么 这是政治迫害 这是对选举的干预仅此而已 川普竞选团队还分发了一份题为工会工人 为拜登失败的经济政策付出代价的文件 川普在文件当中表示 如果再次当选 他将禁止中国和外国拥有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并取消拜登政府推动汽车行业 加速向电动汽车转型的新规 本月早些时候 这位前总统参观了迈哈顿上城的一家便利店 在那里他谈到了纽约市的犯罪问题 并批评了迈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这位前总统参观了迈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